在队内他们打的胜负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 请一运给咱们介绍一下 队内包括两个人其实在 比如说全国比赛还有国际公开赛中也遇到过很多次 其实还是丁宁赢的多一点 大概的这么一个比赛 烧战优势对 六四开七三开 差不多对 然后这两个人比较惨烈的一次交手 是在2013年的拳运会上 这个辽宁拳运会也是在安山打的 当时应该是半决赛 两个人当时都是有伤在身 好球 太精彩了 双方都在主动的球变 在球变当中 回球质量还能这么高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不容易 确实是高手之间的对决 好球 这个球丁宁挑战的不错 因为陈梦的回球有一个小小的擦网 但是丁宁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这个擦网擦边球都是乒乓球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 不管是擦到死亡还是在你需要改变你自己的策略的时候 好球又一个擦网 对 这都是也需要在平时训练中有所注意 我记得当年北京队的教练周树森指导曾经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张一宁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非常注意这个擦网擦边球的这个训练 就是即使是在训练中出现擦网擦边球他都不会放弃都会去救 所以这个就能训练出你到比赛中能救起这个球 如果你平时说遇到一个一个球我就放弃了 那到比赛中你拿什么去来救回来呢 对吧 这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对对对 现在能够这么高的水平绝对是今年累月 从六七岁五六岁就开始进行乒乓球的专业的训练 对 才能达到现在的一个水平 好球 现在的运动员大概基本上都是在五到六岁 甚至可能还有四岁就开始接触这个乒乓球 像福云爱也是大概这个岁数吧 福云爱可能更小吧 当时并不是说抱着走职业的道路吗 就是在玩 其实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视频 好球我们刚才又扯远了啊 刚才这个回合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到颜党和贡献指导 也是对这个球积极较好 情顾资金的喝彩 其实像拼头联赛啊 可以把这个福云爱和她新老公是吧 那其实打过我平常吧 是在 不知道她是福云爱 你就以为她是一个东北人 对 我记得是05年的时候 她是代表辽宁队参加过平朝 当时还有王楠 郭月 这个媒体啊 还有包括球迷啊 都称他们这是天后阵容 非常可爱 三个天后 非常可爱 非常爱哭 对 长大了也还是挺爱哭的 也认为她比较真性情 其实奥运会 那场比赛 真的是她输得比较惨啊 你是指 女端的那一场啊 是吧 输给了 应该是输给了 朝鲜选手是吧 同牌争夺战那场吗 那不是是那个打中国的那个 被李小霞打的 每局只得一分是吧 那是团体 团体比赛中 三局 整个整场比赛 李小霞让傅运得了九分 所以当时很多球迷都很心碎啊 确实如果从实力上来说 李小霞 傅运在面对李小霞的时候 确实没什么办法 8比6 现在叮铃发球 发球 又是一个擦网球 是 整场比赛 整个这次这个低轮的比赛 感觉这个擦边球还是很多的 对对 有时候也是奇怪了 这一场比赛出现了 就出现很多 得有个 现在得有个六七四啊 有对 现在陈峰追上来了 嗯 发比赛 刚才我们也提到啊 这个竞赛进入状态 是对丁宁的一个考验和要求 嗯 其实今年北京首钢这个阵容来看 很多时候都是要求丁宁要拿两分 是 这个要求太高了 对 老虎还有打赌的时候嘛 对对对对 更何况中国乒乓球藏龙卧虎啊 虽然这要牙不打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刚才这球给陈梦打的摇头了 这个球发球很好啊 从我这感觉好像是那种似出台又不出台的那种感觉 所以叮咛拉起来很别扭 刚才还是有点叮咛 有点想去捡球的那个动作 捡球裁判都顺手 别来别捡啊 咱们继续打啊 对 有时是条件反射啊 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球与球之间给运动员思考的时间少了一点 哦好球 猜到了叮咛发球的弱点 对对对对 正好拉着我叮咛的反手 直接给了一个直线 叮咛实际实没想到这个球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胶着和刺激 擦网 这一脚啊 体育馆都 感觉地动山摇的 地动山摇 可见啊 这个搓旋转的这个力量 当然也有可能是下舞是吧 有可能是假的 那是咱们打球的 这发球的时候 现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安静 回球高了 轻拉 这个节奏的变化 对对对 非常的棒 这样关键时刻还是叮咛 12比10领先了 接着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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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实话,现在喷子很多,但是我们不怕喷,因为我们肯定不看回放 我们需要进步 没想到,感叹一下自己现场评论没有献给篮球 竟然解说了,我们回头可以看大家的反应,下次可以请更专业的教练来一下,因为每次国家队的教练也会来看自己队员的比赛,看有机会能不能把他们请过来解说 是,这就看咱们转播商的要求需求 因为大家还是,因为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 而且有的人喜欢听扯闲篇,有的人喜欢听专业的 很难达到每个人都满意 对吧,所以这个真是,众口难调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所以网友们多担待 我们是萝卜还是青菜 反正都不贵 这很快,这第二局就又拉开了比分了 然后这个正手 感觉这个球回的特别轻,但是又出台了 比分来到了8比5,现在是叮咛发球 成龙也是在刚才的失误之后深吸了一口气 因为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这个失误真的是 失之好理,没有一千里 高手不在这,一点点的失误都会被对方抓住 对,现在陈梦从表情上和自己动作上看 有一些懊恼 10比6,听名还是我有5个据点 相持 天宫反手会有出界了 10比5,那么丁宁在第三场比赛中是2比0领先 感觉这局打得特别快 是,主要是咱扯的比较多 2比0,现在北京首钢队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主动拳 如果精灵再能够拿下一局,这场比赛就会结束 是 是 趁这个期间休息的时间,咱们再说点别的吧 说点这个 丁宁的事 是吧,看媒体的报道 说丁宁,母亲比较着急了 说闺女你赶紧谈恋爱吧 是吧 这个 这个 90年出生的选手 26岁 大满贯也拿了 是吧 对 那母亲其实说的非常好 我给大家念一段 这叫做 大满贯 不过是运动生涯的一部分 但是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是吧 这是母亲的暗示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就说 要专注于乒乓球 是吧 但是乒乓球之外 还是可以 与他恋爱 生活不止眼前的乒乓球和遥远的乒乓球 不止全是乒乓球 还有诗和远方 丁丁这个私下里的性格特别好 特别阳光 对 你给大家多说说他们私下的 因为这方面我是接触不多 对 因为这个算起来认识丁丁也有 我想想大概从07年开始 到现在也有快十年的时间了 刚才是个小孩 一直就是特别乐观 积极向上 然后很阳光很开朗的这么一个性格 也是很多这个咱们的同行也很喜欢他 嗯 在同行中也有 丁丁也有不少迷妹 嗯 然后我记得这个 男队的很多运动员跟丁丁的关系都非常好 嗯 也是可能 我觉得可能也是性格原因 对性格原因 比较容易跟大家交流啊 丁丁和媒体接触的也是比较顺畅 对对对 其实我之前采访过一次乒乓球 但是我忘了 嗯 我当时的感叹是 那是我就是 真的是比较少嘛 那是我应该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就是第二次采访乒乓球 应该是一个全英辉的比赛 或者是一个什么比赛 我该忘了 嗯 采访了李小霞 嗯 在赢了比赛之后 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呀 嗯 因为我是接触的比较少 他的这个 语言组织的能力啊 所谓表现出来的这些自己的想法 嗯 这个令我非常的吃惊 嗯 嗯 就是他的表达能力 是吧 带人接物的能力 应用语言的准确性 这个逻辑 对逻辑思维的能力 嗯 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始终相信你一句话 就是打到一个很高水平 超高水平的运动员 那么他一定不是笨蛋 对对 不管是哪个项目都是这样 对 一定是顶尖聪明的人 是的 是的 吊霞虽然在场上我们看到 有比较凶困的一面 但是实际上 私下里也是性格非常温柔 嗯 比分来到了5比2 这局 陈梦开局非常不错 嗯 好球 就连续的有个节奏的变化 还是中路 啊 还是中路 看来是马琳指导一个布置 那么 打中路 打冰冰中路 因为 从咱们仅有的这点乒乓球的知识来看啊 嗯 中路直板 横板选手 嗯 这个这个是比较难受的地方 对 要近身 对 他身不开 他又他得侧身 发不张力 对 他又得侧身接这个球 是 感觉有劲使不上 对 7比2 这局差距比较大了 嗯 嗯 丁宁想在这局搬回来 这个就得有所变化了 嗯 啊 这个球有点可惜 我感觉这个球丁宁的接发球还是质量比较高的 嗯 嗯 现在丁宁发球8比2 嗯 看到镜头闪过啊 颜日导和郭燕也在进行交流 这次比赛确实比较困难了 是 是 可能也是在考虑啊 一些小的变化啊 对方的变化 考虑到我们的变化 应该怎样应对 对 好 像是一个擦边 嗯 比分来到8比4 差着两个发球的轮次 其实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嗯 错起来 啊 刚才最大的中差应该是丁宁2比7落后吧 嗯 刚才这个球感觉丁宁是就是错起来 让你来 嗯 拉弧圈 嗯 嗯 啊 双方还是逗中路 看着先变现啊 丁宁有一个节奏和线路上的小小的变化啊 6比8 暂停了 对 陈梦这个本来是占尽优势啊 是 嗯 确实丁宁的功力也在这摆着啊 嗯 现在只差一个轮次就是呃 比较不错了 追平了就对 对 不是说够不着 嗯 从2比7落后追到6比8了 嗯 下面应该还是叮咛的发球轮次 嗯 嗯 嗯 反正现在看电影打球就心里特别有底儿 嗯 嗯 马林这个心里这个急啊 嗯 他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指教呢 对对 第一次作为拼超的教练 嗯 现在马林是广东省拼语中心的副主任 哦 是广东省乒乓球队的总教练 嗯 然后咱们这个深圳大学 其实就是以这个广东队为班底吧 嗯 实际上刘世文也是广东队的 嗯 但是前几年是因为转会 到了其他的俱乐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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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一起 崇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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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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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场的MC啊 可能也是叮咛的粉丝啊 只有叮咛出场的时候喊叫两声 其他的时候也是 比较沉默啊 哈哈 哈哈哈 好球 又一个擦网 好球 呃 又追一分 又追一分 现在比分来到了7比8 丁宁发球只落后一一分 嗯 前两局是丁宁2比0 拿下对手 现在又追到了7比8 这现在给陈梦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对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陈梦怎么应对 嗯 高了这个球 果然 哇 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呃 陈梦那个回球明显的高了 丁宁抓住机会侧身抢拉丁宁的 呃 对不起 陈梦的一个正手 造成了对方的失误 陈梦的发球 嗯 好球 呃 对方速度非常快 没错 而且动作幅度很小 嗯 很快 无意被察觉 嗯 这个丁宁来不及这个步伐过去了 嗯 9平 关键球 嗯 丁宁也决定把这个球留下 啊 这个球是比较幸运的 哈哈哈 还是用这个球来打 9比9两个发球应该说这个还是比较有优势 看丁宁这个发球 好球这个 好主动了 对拉 反手 正手 啊 可惜了 哈哈 啊 对 这球可惜了 其实丁宁一直是占据优势啊 嗯 变现什么的都是处于非常主定的一个地位 嗯 这个侧身抢拉 其实 呃身体啊重心啊都已经跟上了 但是掌握的不是很精细 这 这个球 打了多少拍我们也没有输 或者说是要求太高了 嗯 可能直接打到案子上角度稍微有一点就可以赢了比赛了啊 嗯 赢了这一分 啊 这个陈梦这个揭发就处理的太棒了 嗯 这个真是瞬间啊 这个 比赛的形势就天翻地覆啊 这场这局比赛 嗯 嗯 叮咛输了 现在是大比分 一比二 还有机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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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双方的教练员还是有很多话要说啊 啊 这裁判已经提醒了两次啊 拒绝感觉时间有点不够是吗 赶紧回来赶紧回来 啊 就不就不 哈哈哈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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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关键的一局 哇 不知不觉啊 比赛时间迎来到了21点42分 嗯 嗯 两个多少时间过去 嗯 两个多少时间过去了 嗯 哦 哦 这个高球打的 嗯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嗯 说到这个高球啊 嗯 我也不太懂啊 我印象中啊 当年刘国良在林退役之前啊 那段时间 好像国际选手跟刘国良打的时候 都是 有点那种感觉要给刘国良故意给高球上的扣的那种感觉 啊 包括老板 嗯 嗯 我记得不太清楚啊 但是好像是有那么一段 所以高球啊 有的时候 观察性非常高 观察性非常高 也不好处理 是 其实有时候也不好处理 那网球的时候其实大家看 是吧 有个高压球也会出街 嗯 就需要运动员有特别好的手感 嗯 加上平时的这个训练 嗯 这次冰营要主动的电话 嗯 造成了全面的一个回球的区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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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造成了输 好球 嗯 嗯 这次冰营的这个反坏的功力啊 反手的功力 一直球排 嗯 稳定性非常好 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嗯 所以每个球回过去都非常的稳定 嗯 嗯 这就是叮叮的球风 嗯 非常黏 哦 一个反拉漂亮 嗯 好像有一点假动作 嗯 哦 现场听到了 深圳大学队球迷 客队球迷的呐喊声 这好像是 嗯 嗯 呃 陈梦估计重斥啊 还是这个角度 嗯 这个揭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嗯 其实陈梦也是有不少球迷 嗯 今天上午我还看他发微博 嗯 说有球迷送了很多礼物 嗯 包括这个吃的蛋糕 嗯 还是 哦 拍摄 拍摄 不要小看这个中路的反手的对攻啊 嗯 节奏速度什么的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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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双方一号选手的直接对话啊 非常的紧张刺激 实力很接近 嗯 嗯 嗯 虽然丁灵先拿下了两局 但是陈梦 返回一局之后 又在这一局比赛中啊 和丁灵紧咬比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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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咬住就有机会了 对 丝毫不会放弃 嗯 擦汗其实有时候感觉也是一种 战术吧 嗯 在擦汗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啊 这个思考 嗯 丁灵黄瓜车 哦 哦 7比6 哦 这个两个发球都没有得分 嗯 这个是8比6 嗯 陈梦的发球连次 陈梦 8比6 嗯 嗯 先来说就比较主动啊 对还有两个发球 嗯 看看丁灵的揭发球怎么来处理 还是白短 拉出来 呃 陈梦的 这个白短的质量其实还可以 但是呃 陈梦还是非常强硬的给他拉了起来 嗯 嗯 这一局球 陈梦处理的都非常果断 嗯 我们看到马林也是在 点头 暗自加油 嗯 嗯 好球 这个球 丁灵率先 电线 难道经过了呃 三四板的正手与反响的对攻 还是造成了陈梦的一个失 呃 其实丁灵到这个时候可能也是需要更大胆一些哈 嗯 我们球变一些看看丁丁 7比9落后两个发球 还是坚持用这个发球 好球 哇 这个球 嗯 太出乎意料了哈 对 而且这个几乎贴到了球岸的边缘 对 角度非常大 这个太难接了 而且速度非常快 是 嗯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这个发球 看看第二个发球 这个 啊 好球 你换了一个落点 对 而且旋转好像也有一些变化 对质量非常高 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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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灼 嗯 因为这个感叹是什么意思 啊 刚才看到陈晨大学队的教练去捡了旁边的球 跳高了 还是顽强接回去了 好球 形成防守 还是远抬防守 哦 哦 啊 天天其实这个球非常被动了已经 对 就是让我刚才说的啊 就是有的时候连续的高球的扣杀 对对对 对对 对于自行手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难度非常大 嗯 他要追求角度是吧 嗯 角度不断在拉开不断在拉开 还要追求质量 对 最后拉开的有一点太拉开了 啊 就打到球 嗯 球台外面了 对对对 确实丁丁的防守也非常完强啊 都要补养 晃